那個是他的胃十米 海大養殖系教授解剖鯊魚 帶孩子看見鯊魚構造與能食用的部位 最後製成鯊魚丸子 進階到香露料理 他們可能在餐桌在便當 或是在餐廳裡面有吃過這個料理 但他不知道他是怎麼做出來的 所以我們從食物的原型 就是我們從食材介紹 然後讓他們知道怎麼樣去處理食材 然後怎麼樣去調製 自己喜歡風味的魚漿 然後最後一步一步的把它組成 菜捲或者是苦瓜蜂 那這樣子同學第一個 他知道這些食物是怎麼樣形成或產生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 他也會知道說 其實製作或取得食物不是那麼的容易 那甚至他也可以在假日的時候 跟家人一起去採購 然後一起去料理 一起去享用 我想這是我們設計這門課程 最主要的目的 從飲食開始 聯繫家人的情感 進而了解基隆鯊魚文化的特色 很多功夫菜就輪翻上桌 其實我們對於食物不只是吃飽 那我們還利用食物去 比如說展現在品嘗時候的風味跟樂趣 那甚至展現自己的品味跟對於生活的態度 展現飲食文化底蘊是這一堂舌尖上的閱讀 要帶給孩子們學習的議題 基隆社區大學邀請海大教授進入名傳校園 探究在地食魚文化與石座 能夠用很活潑的方式讓孩子 視魚、懂魚、吃魚 所以我們希望說透過這一堂文化 能夠打造一個永續的海洋城市 那也讓食魚文化能夠向下紮根 讓海洋資源永續也讓食魚教育落實 暑假第一天就投入暑期學習 那今天透過我們用在地食材的引導 認識家鄉的海洋資源之外呢 也讓孩子終於理解說 我們可以怎麼樣吃得更健康 那也很謝謝社區大學 做一個十二年國教的活動 讓我們可以從食安然後食魚、食農 我相信經過今天 他們一定非常的會珍惜我們的海洋資源 以及以在地基隆為榮 與在地連結 孩子們閱讀與實作收穫滿滿 從閱讀到手作實作 一開始我覺得魚漿可能就是普通的東西 裡面可能就只有魚 但是這個魚漿裡面包含了很多 你可以加麵粉 結果你可能會讓它的口感有變化 然後你加豬肉也會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奧妙的東西 我了解到就是魚腳 它的魚其實是藏在皮裡面 而不是它的內餡 然後透過實際的手作呢 我們的魚漿就是也知道它是要用甩的方式 才能讓它就是比較好吃 比較有彈性這樣 閱讀的時候可以讓我了解到更多的知識 對於魚的一些出力方法 一些認知啊都可以讓我收穫滿滿 而到現在我們實際操作的時候 則會讓我們看到更真實的效果 例如說像在剛剛處理鯊魚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構造 以及從中學習到一些新知識 在閱讀的時候了解到台灣的漁業資源非常豐富 後來在上課的時候也實際動手做 就可以了解到魚類它的特性 以及在裡面的內臟是長怎樣的 就是除了從事往下課獲的知識 你自己動手做也可以 就是真的非常好玩 而且收穫很多 創新的教育方式為暑假注入了新活力 讓孩子們與在地文化產生更深的連結 同時也培養珍惜海洋資源之心 期待未來會有更多類似的跨領域學習機會 豐富孩子們的知識視野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